你们觉得台湾人是不是同胞 是同胞 必然是同胞 是吧 那肯定是一家人 是吧 当然 当然必然是 那当然是 是同胞 是同胞 相信相爱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 回来吧 回来吧 赶紧回来吧 大家好 我是杰克 我现在人在北京 三里屯 在我后面呢 就是三里屯鼎鼎鼎大名的 里尼骷髅 来一下 好 为什么我现在 仍要在北京的三里屯呢 因为我要在北京这里做一个街坊 问一下北京网友一些问题 问北京网友什么问题呢 我要做一个 台湾问题的街坊特别节目 我会问北京网友一些 关于台湾的问题 看看 北京的网友会怎么回答 OK Let's go 请问一下 说到台湾你想到什么 周杰伦 周杰伦 你呢 台湾小吃 台湾小吃 好 美食吧 美食 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好可以啊 你们觉得呢 我也这么觉得 奶茶 还有美食 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 台湾一家亲呗 隔一条海岸 都是一家人嘛 然后现在这个台湾和内地这个行事闹得比较严重嘛 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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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 奶茶 那请问你喜欢台湾吗 如果从1分到10分 满分10分 你喜欢台湾吗 你打几分 7分 7分 7分吧 10分 10分 9.5分 9.5分 对 没去过 但是如果按照来讲的话 6.7分吧 因为我觉得台湾应该是景色比较不错的 应该挺好 我没有去过 不过我印象中打8分吧 我打8分 就因为也没去过 就之前在一个外企工作 老板是台湾人 就那边人很注重养生 要打分的话 也不知道以什么标准打 印象了 印象也8分吧 那你喜不喜欢台湾 如果满分10分 你打几分 打5分 打5分 为什么 为什么他只打5分 可能最近两岸关系比较紧张 所以他打5分 请问一下你喜欢台湾吗 如果满分10分 1到10分 你几分 我曾经台湾的印象是可以说达到9分多以上吧 但是这个两年我感觉是有点下降 大概几分现在这两年 7分吧 7分 好 好 因为关系 我在那边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我的师弟就是台湾人 就是这两年的关系 会让你觉得对台湾的分数比较下降 就对了 感觉是有意识的感觉反正怎么说呢 有些好像是感觉舆论不太对 有点仇视了 但是这个东西不好说 感觉那边政党还是有意识在这种 舆论教育各方面的有意识在去切割 包括中国能不能看得出来包括在教育文化上 这种切割 有一种就挑起这种矛盾 你们觉得台湾人是不是同胞 是同胞 必然是同胞啊 是吧 那肯定是一家人嘛 肯定是一家人 对 是的啊 当然当然必然是 当然是了 那当然是 是对对 是同胞 是同胞啊 孙中生先述说过 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 能够统一 全国人民便享福 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你希望两岸统一吗 希望 非常希望 希望 为什么 我觉得 呃 就大家都是一家人 都应该是组了一部分 对 我们都是一起的 啊 对是一家人 因为这个从很多年前来讲的话呢 他这个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嘛 对吧 这个不可能说让别人给他分割了 这个是我个人看法 希望 因为本身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呀 统一呢肯定是迟早的事儿 那是时间的话 那咱都不好说了 希望 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呀 对 我跟他一样嘛 希望 希望 就是这么觉得的 因为他本来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嘛 肯定啊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啊 希望 因为毕竟这是首先从中国能称之为这个文化 首先是中国文化就是中国 对吧 而且我们毕竟同宗同源 啊 然后这个 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们吧 能够永远是开创新的道路 就是找一些新的方式 能够如何让两岸就是更好 能够契合在一起 还是希望就是能更多的交流和理解 嗯 台湾有一部分的人不希望统一 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他真的不知道 但是他去吃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得问台湾去了 因为大陆也有人不喜欢统一 大陆也有吗 那肯定会有啊 你没问到啊 对吧 我真的没问到 对 可能是历史的一些原因吧 政治方面的一些原因 可能是被一些某一些人之类的带偏了吧 这个可能是教育的问题吧 就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会不一样 有一些人可能会被小时候被误导过 所以他可能也有利益的问题 就会不希望统一 他这个只是一部分人啊 这一部分人他有这个想法 中国这么大 有这样一部分人很正常啊 他只是代表了他一部分人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相信更大多数的人 可能是还会选择他这个统一吗 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 任何东西都是在一个成长环境 他有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就是有意识的 还是说从这个教育上 和这个这种党的也有关系 还有历史的这个 包括其实我对台湾问题 还是有点就是关注和严重 因为可能在日暮时期本身 这个东西是日本人当时 其实占有很大名 因为日本人他的战略 当时就是说 绿灭中国先灭其文化 绿灭中国先灭其文化 那怎么办 那就要先从一个每个人的教育和认同感 从这儿文化开始入手 可能每个人的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关心的点 他们关心的点 觉得统一了 不利于他们的某一个方面 我们是认为从大的方向上来讲 还是应该统一 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利益上面的一些东西吧 但是不应该影响大局 我是觉得可能一部分就是 那些也不愿意 就是回归统一的那些人 他们可能自身就是有一种优越感 总觉得台湾可能要比大陆好 可能他们是这么想的 对 经济学人杂志封面上印着大大的台湾地图 上面压着雷达图 还写下耸动标题 台湾是地表上最危险的地方 所有大陆五星旗又有美国国旗 并有军舰军机光点 指出如果台海之间爆发战争 将成为大灾难 你担心两岸发生战争吗 不太担心 不希望是不是 好 OK 我不担心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就现在这个时代战争 尤其是跟中国之间 我觉得很难 百分之七十八十我觉得不会的 我也觉得应该不会 但是就即便如果发生了小规模的那种冲突 我觉得它只会促进台湾回归到祖国的怀抱 不希望发生战争 我觉得不会 不担心 当然担心 但是这个应该不会发生 我觉得 对 不会 现在的情势你也知道 比较这几年比较紧张了 你会不会担心两岸发生战争 你担心吗 你担心吗 不担心 我有点担心 因为我觉得它不会发生战争 我们还是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对 而且现在大陆方面也是非常积极的促成这个事情 而且我们都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底线 对吧 我们不要跨越这道底线 问题就没有 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那如果两岸发生战争 你愿意上战场吗 你愿意你男朋友上战场吗 他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没关系的 不说愿不愿意吧 可能轮都轮不到我们 内地也好 还是海外 还是我们其他台湾也好 轮都轮不到我们 人太多了 看需要吧 如果需要肯定会的 相信相爱一家人 就这样 马上过新年了 那还是新年快乐吧 好 新年快乐 希望早日成为一家人 平平安安 回来吧 回来吧 世界和平 赶紧回来吧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 其实我觉得台湾跟大陆来讲的话 就一家人 其实没有所谓的说是什么 要开战什么的 其实更好的是 就是一起去进步这样子 这就完成了我今天的 在北京街头的街坊 我今天大概问了七八组的 这个北京的网友 那大部分的北京网友呢 他们都觉得 台湾人是同胞 这一点其实让我觉得 蛮意外的 因为这几年其实 两岸的关系还蛮紧张的 那两边在网路上面的 仇视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但是呢 经过我实际的访问呢 网路的声音 我今天虽然是网路的声音 但是大部分 北京的民众 仍然对台湾 维持一个比较相对友好的态度 而且大部分北京的民众 都觉得台湾人是同胞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 访问的结果 街头访问 北京片结束 我是有杰克 下次见 拜拜